哇 身材好好 你好 这个掌声代表什么呢 喜欢 羡慕 福气 身材好好 小麦色 很好看 你多高啊 我180 精神高 我怎么感觉越看你越像林志玲呢 有点像 越看越像 其实看到本人的时候 并没有回忆到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能看到过他的片段 大家可能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 是刷到过他的 我会选择一个小的中章进行弓箭步骤 作为我的热身动作 大概四组 然后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腰带 我们进行深蹲 这个深蹲呢 是要完全蹲下 全程的深蹲 我会选择一边10的重量 做六组一组15到20次 今儿的分享就结束了 咱们一起加油 我发现图雷老师 他的那个腿好像都要到您的胸的位置了 没有关系 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那常烈的视觉通勤 你要是觉得他的腿都到我胸了 我们随便叫个王上峰来 保证到头了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叶童 来自北京 然后是一名比基尼运动员 很高兴能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谢谢大家 那个人嘛 做人低调啊 做事高调 他有个重要的数据 没有介绍对吧 就三维 他的胸围是89 哇 腰围猜是多少 60 哎呀王上峰 你身材不行猜这个特准 你的腰围是多少 我120 臀围是100 哇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转一圈我们看一下 方便吗 哇 哇 我原来以为小叶的身材还不错 我现在见完以后 我就不想看小叶了 特别想问一个 健美冠军跟比基尼冠军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项目是分男子跟女子 像女子的健美 就是大家常看到那种 真正的金刚芭比 就是一弯胳膊 就是他的二头会特别明显的肌肉线条 然后爆血管那种是属于女子的健美 然后像我比的项目是女子比基尼 它还是属于就是像模特 还是要看你整体的身高比例 然后还要是最主要就是女性特征突出一点 你今年是多大来着 大家觉得我多大 可以吃一下 九零二十 二十以内吧 九五后 九七年的 今年二十二 我猜得很准备 真的 好 问一下 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大学刚毕业 然后就参加了健身比赛 那专业是什么 专业是会计学的一个分类资产评估 这个咋差这么大呢 毕业那年发生了什么 当时上学因为大学也是在北京上的 然后课余时间特别多 然后觉得自己就是那种典型的亚洲女性的身材 没有啊 对 什么都没有 特别直 然后就想练练马甲线吧 然后练练的就开始在操场上疯狂的跑圈 那会儿最常就是一个人跑步 跑一个小时在操场上 就因为我想瘦 然后但是之后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因为你光靠这种跑步的训练方式 你的线条永远出不来 然后看了一些关于健身的视频 照片然后就渐渐喜欢上这项运动了 然后就开始每天泡健身房 自己坚持了大概两年 到现在毕业是一年的时间 你知道他最牛的是什么吗 他其实锻炼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两年时间 但他几乎包揽了这个项目所有的冠军 来说一下 你得到过哪些荣誉 来跟我们一一列数一下 张大你们的嘴巴 我是从18年3月份开始比赛的 第一场比赛我记得是在上海 参加的是女子比基尼无差别组 无差别组的意思就是 每个身高组都混在一起 就成为那样的也可以参与 对 我拿到了一个全场冠军 这是我第一场比赛 然后给我的动力也特别大 然后第二场比赛是五月份 在北京体育大学 那场比赛属于国家队的选拔赛 然后我拿了一个小组的季军 然后到我第三场比赛是参加了广州的 就是大家看到图片的这场比赛 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偏健身模特的比赛 然后我包揽了小组冠军 还有全场的冠军 最近比了一场新加坡的比赛是亚军 所以一个人获得什么样的成就 其实并不完全来自于你的实力有多强 而是看你遇上的谁 遇上他的就是比较倒霉的那种 我们是不是想看一下他现场做这些姿势呢 好 对吧 好 好 好 就是这些经典姿势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来点音乐好不好 好 好 停住 保持这个姿势 这个 刚才说了 一个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荣誉 并不完全来自于他的实力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接下来我们有请马刚和王上峰 两位壮实的男性 来模仿这些动作 来来来来 黑白双煞 王总 你的S型哦 期待啊 加油 把袖子捋起来 把肚子收起来 我给你搭我这儿 你搭我这儿 来 把袖子捋起来 拿住你们的腹肌 对 马刚吸气 上风还是有一点 对 你们俩站在那里 一三秒 上风的腿还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书生嘛 手无腹肌之力 你都没腹肌 你哪儿腹肌之力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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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音乐 开始 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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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胖要转过来 上风 胖要转过来 上风 上风把臀送出去 上风 你要把臀撬 上风 你要把臀撬 撬臀 上风 上风 好 有了 上风 Seo 蹲蹲 转过来 蹲蹲 宽态 马刚已经放下 你 不要放下 加油 马刚 你 可以的 你可以的 上风的眼神 可以 很穿神 像芳琪做得挺好的 挺妩媚的 对 我也觉得芳哥做得不错 叶童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 您的体脂率是多少吗 然后两位老师如果知道 您的体脂率也可以报一下 我现在因为没有比赛 大概是十五 十六左右 太厉害了 这体脂 我好像是六十 有六十呢 不准吧 机器坏了 不准 马刚多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六十 我估计我得八十 马刚应该会报表 老师 我们怎么缺肚子 我觉得很感兴趣这个 您平时喝酒吗 喝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了 然后还要包括您平时的饮食 什么大鱼大肉呀 高脂肪的 高热量的这些 就尽量砍去 不吃 是不是熬夜也不行呀 对 而且我们在保证我们饮食 健康的同时 一定要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 对 对于你们两位来说 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俩破产 你们俩一破产绝对瘦下来 对 破产到我们俩再拥抱一次 好 谢谢两位 对 好 谢谢 其实呢 在场所做的所有的女企业家 大概脸上都透露出了线 这样好吗 我们老师来看一看啊 在座的女企业家 有谁你认为是最快能练出来的 比较好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我可以放弃之了 你们转一圈 都转一圈 那老师看看啊 一个一个转 我从哪看得过 看得过来 我觉得只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每天挤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真的去高效率的去锻炼 控制你的饮食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练成自己理想的身材 这个是真的 这么说吧 如果要让你带一徒弟 半年之后参赛 你挑谁啊 我能这几个都带走吗 不行 你只能挑一个 你只能挑一个 好回答 半年之内要参加比赛 对吧 你是师父 肯定有挑战的 我选个子高的这个姐姐 为什么选个子高的 因为个子高的腿长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杨蓉是这辈子别想练了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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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比较惨是腿长 那件事改变不了吗 因为我们到舞台上 像我的照片里 会穿一个12厘米的高跟鞋 对 所以说在舞台上 都是按身高分组的 如果高个子的训练 它很容易出肌肉线 更难练 对 个高的更难练 更难练 但练出来更好看 对 能不能让小叶上来 你指导练一组动作 可以 就你最右边的那个动作最好看 好的 来来来 小叶 好 嗯 小叶啊 你一直以来自语于自己的身高 是你最大的骄傲 你先正直站立 然后我们 用回儿脚侧过来 对 然后把这个脚提起来 脚尖点地 对 把我们的胯顶出来 胯要顶出来 对 然后用我们的右手撑腰 对 然后用我们的右手撑腰 基本上我们 上半身是正对正前方的 这样你前面的裁判 才能看到你的正脸 对 然后 然后左手就自然的 放下就可以了 对 不错呀 小叶 好看 好美哦 你用点力嘛 你这太焦弱了 对 不用 自然 自然 下放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标准的 比基尼比赛造型 对 那个 其实你看他刚才做的那个动作 好像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但好像没力气那种感觉 你看你这个 虽然面部是在微笑着 但是你全身心的那个 那个肌肉是紧绷着的 拍出来是好看的 其实当时在比赛的时候 做每个动的时候 你身体的每块肌肉都是紧绷的 如果你离近了听的话 你的呼吸会特别急促 你是不是很难买衣服 我一般都穿男马 男马还是XL号 XL号 是吗 一般女孩子在生活当中 总会有很多 女性化的一些装扮之类的 但在你身上 生活当中是很中性化的打扮吗 对 没有高跟鞋 没有裙子 你看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很多女性没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在生活当中 刻意更要打扮自己女性的 那一面 这有这么好的条件 他平时不让人看 他要打扮成中性的 这是为什么呢 那你练他干嘛呢 初衷就是想让我的身体健康 身形好看 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还有我的生活状态 就是完全跟健身之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就气死人 知道 这没有的 是天理要穿这样 有的 他天理要穿那样 所以有的时候是美而不自知 才是真正的美 叶童的经历呢 告诉所有的女生 关于美的一个道理 先天的美 是经历不住岁月的洗礼的 后天的美 付出了汗水的美 赋予了你气质 赋予你生活当中的坚持和意志 这种后天的美 往往经得住岁月的洗礼 所以那些 从娘胎里带来的那些美啊 顶多让人眼前一亮 但不可能让人持久的关注下去 但唯有后天的修炼自己 才有可能永远立于不外之地 谢谢叶童的今天的到来 谢谢你 嗯 再见 谢谢 谢谢佛大师 谢谢